在过程没有做功课来对峙 经常为自己的名利心之所夹杂 虽然有布施乃至于持戒的善罚 但是还是被身口意的强大的罪业之所染污 如是发心里面之为为 这种人心中有善根也有烦恼 有烦恼有善根 但是可惜的是他没有对峙烦恼 结果他的善根被烦恼之所染污 这是为 那么什么是真呢 恋恋上求佛道 心心下化众生 闻佛道长眼不生退却 观众生难度不生怨倦 这是他的发心 这个人对这个无上谱体啊 恋恋的追求 对苦恼的众生啊 他心中啊 心存慈悲啊 那么也有想要度化众生的意乐 闻佛道久远而不生退却 那么观众生难度而不生厌倦 这是他的发心 以上假如批语 就好像登万任之山 这个一任七十啊 就是很高的山啊 他一定要通塔及山顶 就好像上九层的高塔 他一定要达到他的巅峰 如是发心明治为证 这个为啊 跟前面的邪不太一样 前面的邪啊 严格来说 不是佛弟子 他不是佛弟子 是一个慈善家 他做善业 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名利 他做出任何的捐款 只是博取别人 对他的尊重跟赞美而已 完全是这样 一点善根都没有 这个是慈善家 这个邪我们就不谈了 这个为是佛弟子 他可能 也可能发的菩提心 也可能受的菩萨戒 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个问题 你发的菩提心 不表示一劳永逸啊 因为你心中还有很多妄想 你发的菩提心 只是把这个私心所 这个目标 设定在无上菩提 但是你的过程的对峙 日常的定刻 调伏力 除了安住力以外 调伏力 一个人完全没有做功课 你的结果就是 这个为这句话 有罪不战 有够不足 刚开始精进 刚开始学佛的时候 佛在眼前 三年之后 佛在天边 五年之后 佛陀消失了 因为你不做功课啊 我们现在要知道一个观念 生命是动态的 生命它不是一条线 诸行无常 是生命法 什么叫做生命是动态的 诸位是有什么概念 诸位知道吗 生命没有保持原状这句话 没有说我保持原状 没有原状啊 你不是进步就是退步 生命是不断的在变 不断的在动 宇宙人生 你的内心是不断的变化 哪有保持原状呢 你说我今天跟昨天一样 没有这回事情 没有保持原状这句话 那这句话是一个假名啊 你的生命只有两种选择 第一个叫进步 第二个叫退步 只有两种选择 一个人 在修行当中 最重要的就是保持进步 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 你可以进步 你可以进步很慢 但是你要让生命保持活水 你的生命的曲线必须是increation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参观书提出一个修行的重要概念 说修行是点点滴滴的功夫 这句话非常重要 不要迷信那种暴风雨的修行 这个不好 平常也不做功课 偶尔参加个佛期 七天都不睡觉 一天拜一千拜 回去以后继续放异 没有用 真的没有用 暴风雨似的修行 统统没有用 就是死情中代 你要让生命保持 我今天比昨天进步一点点 我明天比今天进步一点点 你这个人有希望 你保持increation 我希望大家慢慢去体会 那个水第一次的修行 滴水常有则人穿死 修行只有四个字 绝不放弃 你要说我的菩萨戒 你看菩萨戒 佛多自戒 你这条戒制得很高 佛多很多戒 因为菩萨是要成佛的 我都戒制得很高 你不能发脾气 你发脾气 没有理由 称心没有理由 即便这个人伤害你的父母亲 你也不能发脾气 佛多在自称 在菩萨戒指示 是治得很严格 因为称心直接伤害菩提心 贪欲还不见得伤菩提心 但是有一个例外 我已经努力在对治了 但是我脾气很重 但是我每天换完脾气 我在佛前忏悔 忏悔悔以后 我遇到事情 我要发脾气 我要去忏悔 佛多不治罪 因为你已经开始对治 你已经保持真上了 而且你发脾气的势力 已经慢慢的明显降低了 开眼 在菩萨戒开眼 因为你保持进步了 你看佛多自觉是这样子 你受了菩萨戒以后 从今以后 你就不能讲一句话 说我做不到 你应该说 我慢慢做 我慢慢做可以 我慢慢改可以 因为我慢慢改 我心中没有放弃 你说我做不到 你就完了 你说你做不到 你的菩萨戒体就慢慢死掉 所以你 你那个菩提心的心态 你要让生命永远保持动力 你可以进步得很慢 但是你不能放弃 这个菩提心最重要的根本思想 不怕慢 只怕战 就像古人经常把修行菩萨道 说譬如草里的冬瓜 不见其大 每天在长 冬瓜你今天看 明天看差不多了多少 但是他白天晚上在增长 他充满了希望 所以 唯 就这个人对修行完全放弃 但是受完菩萨戒 他也不做功课 也不理官 也不试修 最后的结果 最后的结果就是退转 我们刚开始修行的时候 是夹杂烦恼跟执着的修行 我们刚开始是设定一个目标 你的目标在这里 你现在在这里 但是你设定目标以后 你内心的调伏功课 只要你不放弃努力 你就会不断的进步 不断的进步 要让自己永远保持进步 非常重要 后面会讲到 世修 你说了菩萨戒以后 你发了菩提心以后 怎么保护菩提心 这个是要做功课的 那么这个地方讲 真根维就是说 有些人完全放弃的定刻 最后的结果就是 虽有好心 都为民意之所夹杂 虽有善法 复为罪恶之所饶物 你不做功课 你不进步 最后就是 退转 你一定是念念上求佛道 心心下化众生 闻佛道久远不生退卷 观众生难度不生怨卷 那种深深不息的愿望 我绝不放弃 我虽然现在不够好 但是我要求自己 不断进步 这个是菩提心的相貌 所以这个地方要清楚 我们不要说 一定要抱起道落 点点滴滴 像水滴血习 这是菩萨道的精神 我们看下一段 小大的差别 观三界如牢狱 是生死如冤家 但其制度 不欲度人 如是发心 名之为小 众生借敬 我愿方敬 菩提道成 我愿方成 如是发心 名之为大 好 那么这两个的发心 都是非常的纯正 但是呢 这个凶量啊 的确是有小大差别 我们看什么叫做小 比较狭隘的 这个人观三界如牢狱 他观界三界的夜报生 不得自在 万般皆是夜半点不由人 那么是生死轮回啊 就像烟浆一样的可怕 所以他有极度的出离心 但其制度 但是 对度化众生 没有这样的悲怨 如是发心 名之为小 虽然是正 但是 凶量狭小 那怎么办呢 众生借敬 我愿方敬 他观一切众生啊 了脱生死的 我的菩提本愿 才能够穷尽 观无上菩提的功德 圆满了 我的愿才圆满 如是发心 名之为大 这个 小跟大 这个小的发心是怎么回事啊 在经典上说啊 二称人在观 二称人在观这个 在修止观的时候啊 他有两个问题啊 使命他 没有升起慈悲心 第一个 他观世地的时候啊 他太重视苦地 所以天哪智德大师说啊 生物人是从苦地 切入世地法 那么他观苦地是怎么观呢 不是观三恶道的苦啊 因为三恶道的苦不普遍啊 人间天上没有刀山游过的苦 所以苦地不是观三恶道 是观苦的主向 苦的主向是什么 是不是知道吗 通于三恶的总向是什么 诶 对了 无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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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苦 你在三恶得一个果报 你生命就会变化 这个严重违背我们的心愿 每一个众生都追求安稳 我们为什么长大以后 我们争了钱 第一件事情 买房子 追求安稳嘛 你看蚂蚁为什么要找一个洞 它要追求安稳嘛 而不幸的是 生命所提供的相貌 跟我们心中的期待 刚好违背 你三恶没有安稳 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所以无偿故苦 苦尽无我 所以你就知道人生里没有主导性 你知道明天会背话 到底往好的地方变 也不是往坏的地方变 你根本不知道 你说我可以努力 你不要以为努力就有结果 你努力只是进人事 你还得听天命 结果是不可预测的 所以三恶症人看到三恶是如此的不安稳 他就放弃了 而且他对苦地过分的执着 产生严重的处理心 处理心没有错 但是你变成不能变成一种严重的处理心 因为过度的观察苦地 所以他对三恶有过度的厌异心 所以他遮盖他的慈悲心 这是第一个 第一种情况 苦地的过度的思维 第二个 对空性的过度的执取 在大圣奇心论说 即便你发的菩提心 你空观的智慧 也观到恰到好处就好 佛法的药 有些药是可以当根本法门 你每天怎么观都没有事的 有病治病无病强生的 有些药是对质的 你吃得刚好就好了 比方说苦地 比方说空观 因为在大圣奇心论上说 你一个菩萨过度的好要空性 会产生两种过失 第一个 不要修善 你看到别人修善 你也没敢 你也不会想随喜 你看诸佛菩萨的功德庄严 你也不生好要 因为你说这个东西必尽空的 你忽略了诸佛的因缘的假象 诸佛一切空 观一切法空 不坏一切法的假名假象假用 金刚基是这样讲 所以他过度的观空以后 不要修善 第二个忘失大悲 他对葬生的痛苦 他没感觉了 这个地方是有问题的 所以很多的 本来是有大圣善根的人 因为他过度的观察苦地 过度的执着空性 最后退大取消 就是这样 观三界如牢 四生死如焉家 但其制度不异度 变成这样的心态 这是小圣人 他在修学佛法的时候 不是法门有问题的 是他自己操作 失踪 他的根基太过执着 那么大圣人 他观一切法空 但是他有悲悦 空而不空 他能够从空出甲 升起他广大的试验 这当中包括了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的愿力 所以大圣佛法的空性当中 要建立你的菩提本愿 这个才是大圣 小圣佛法观一切法空 就正入空性了 大圣佛法观一切法空 他能产生愿力 这个地方不一样 那么这个是小大的差别 我们看天跟圆 我们把它练一遍 若于心外尽有众生 即以佛道 愿度愿成 功勋不忘 知见不敏 如是发心明知为偏 若知自信是众生 故愿度托 自信是佛道 故愿成就 不见一法离心别有意 虚空之心 发虚空之愿 行虚空之行 正虚空之果 亦无虚空之相 可得 如是发心明知为原 好 那么偏跟圆 这两个都是大圣菩萨 都是大圣菩萨 那么大圣菩萨 有全教的菩萨 有原教菩萨 我们看他们的发心 有什么差别 所以这个人啊 见到心外 离开一念心性以外 有一个真实的众生可度 也有一个真实的佛道可成 他的心是住下而发心 他的心是住在外在的佛道 住在外面的众生来发心 他们的心住在外面 有什么问题呢 有两个问题啊 第一个公心不忘 他的所修的功德啊 有所得心太重啊 所修的功德啊 经常恋恋不忘 这件事情是我做的 这个地方是我捐的 那么知见不明 心中的我法二职啊 跟众生的对立啊 也非常的明确 如是发心 明知为偏 就是偏啊 偏于外在 心外求法 这个待会我们再说明 那怎么办呢 这个人呢 要提升了 若自信是众生 顾厌度托 一切的众生 其实是你心中的影像 如此而已 一切的佛道的功德 也是你心中的影像 所以关键不在外境 关键你要怎么去经营你的内心 所以不见一法离心别有 每一个法都是你自己心中所现的影像 所以他以无相的心性啊 来发愿 以无相的心性来行菩萨道 而正无相心性的果 而也没有西空之相格的 如是发心明知为偏 偏言这两个地方很多人不容易理解 我们这样讲好了 菩萨道有两大功德 一个慈悲 一个智慧 对不对 两大马车 就着慈悲心 这两个人没有太大差别 两个人都很想要做一点事情 想要帮助众生 然后回向无上菩提 他们都愿意放弃 世间的有肉的因果 都有这样的悲怨 但是呢 这两个人的智慧啊 这波雷波罗蜜啊 的确不一样 不一样 这个偏的人啊 他的心啊 是住在外境 他的心啊 说得清楚一点 是攀岩外境而发心 哦 你看 阿兰尊者在论言会上 我都说你为什么出家 我看到佛陀三十二相 八十种好 所以我出家了 佛陀就知道 这个人发心有问题 因为你看到 佛菩萨的庄严 那哪一天 佛菩萨要是老了 生病了 那你的菩萨心就退转啊 所以 你今天的发心 是沿外境的 你到最后的结果 一定会有挫折感 因为外境是变来变去的 不能够因外境而发心啊 即便你刚开始是看到 众生的苦而发心 但是你最后的发心 还得要从内心的智慧 去思维 观照 而发自内心的一种愿望 凡是 你的菩提心 是从 外面而来的 通通不算 外境的刺激 让你产生慈悲心的 通通 以佛火的 以论人籍的标图 通通是生命心 都是希望 不真实 靠不住的 第一个 你容易有挫折感 第二个 你的胸量也不可能广大 因为你研磨一个事 你的心量不可能广大 你必须去观察 一念心性本来清静 站在心性的角度 来看人生 一切法是 你心中的行业发现 在论人经的角度说 站在本来没有烦恼的角度 来对峙烦恼 站在本来没有业障的角度 来忏悔业障 站在本来没有生死的角度 来了生死 这句话你觉得有没有矛盾 本来没有烦恼 还要对峙烦恼 本来没有业障 对峙业障 你如果认为 本来就有烦恼 然后来对峙烦恼 那你就 很难修行 你是执着 但是真实的 再来对峙 那你修行就很困难 所以 言教的发行 就是说 一切法 都是我心中的影像 我是假借这个影像 来开显我自信的功德 叫借假修身 我今天对你的布施 我是假借这个影像 来启发我本具的布施的功德 我今天对众生持戒 也是假借众生的影像 来启发我持戒的功德 这法法消亏心性 什么叫做法法消亏心性呢 无不从此法界流 最后呢 无不反归之法界 所以人生是追求啊 自我完美 不是求外境的完美 这个很重要 我再讲一次哦 不能追求外境完美哦 因为外境是供业所感 如果你学活到现在 你觉得你心啊受伤了 表示你心向外攀岩 你自己外境的时候 你打妄想 你伤害你自己 在那年经有一个很重要观念 世间上 只有一个人可以伤害你 那个人是谁 你们知道吗 猜猜看 啊 对你自己 没有错 只有一个人可以伤害你哦 你看 那个人经讲 五十一魔 佛陀讲 那个魔镜啊 佛陀说啊 这跟魔王都没有关系 魔王只是 献出一个假象 在诱惑你 是你自己起颠倒 你自己障碍 你自己 你自己看到魔镜的时候 你自己打一个妄想 那个妄想 把你的产品破坏了 不是魔王去破坏你啊 佛陀说魔王活在妄想中 你在正念真如 这两条不同的路 如风吹光 风怎么可以把光吹 风走风的 光明走光明的 他凭什么伤害你呢 是你自己伤害你自己啦 你这个叫做什么呢 叫自心起自心 灰幻成幻法 你看到你心中影像的时候 你行业发现 结果你自己做错误的解读 那么这个妄想 伤害你的不行 是你自己伤害你自己啦 如果你现在 我们的标准很 比较高一点啦 如果你说了菩萨界 你真实的把人生当历练 你说了菩萨界以后 你遇到问题 你还在外面找答案 还在外面 因为你怎么样 所以我怎么样 所以他怎么样 你还没有上路 你修行还没有上路 没有上路哦 你还在原地打转哦 修行的上路就是 你遇到问题 向内心找答案 自我反省 自我调整 自我真上 你这个人修行上路了 恭喜你哦 上了高速公路了哦 上了高速公路 到达目的地 是迟早的问题哦 快烂就看你精不精进哦 至少你方向正确哦 如果你还在外面找答案 你还在士气打转哦 你还找不到路头 你还上不去哦 你不知道什么叫修行哦 你遇到事情 还在外面找答案 你还没有修行哦 你是跟三宝结言哦 叫结言哦 你是在积极善业 我们希望把积极善业 跟修行分开 积极善业 你生命跟解脱没有关系 那是安乐道 跟泄脱道没有关系 如果你有志于追求 临终的正念 你内心的世界 要好好的去 去经营哦 遇到问题 第一件事情 自我反省 我心中一定有这个业力 否则我不可能行列发现 我不可能遇到这个景象 忏悔 发愿 你如果遇到事情 每一次都向内心找答案 你这个人开始进步了 一个人开始自我反省 这个人的生命就开始往上走 一个人还在验天尤人 你还没有往上走 所以这个严教的发现是很重要 就是法法消费心性 严教的发现就是说 我自己的问题跟别人通通没有关系 叫做似心做佛似心是佛 就是说我内心本来有成佛的功德 但是我还得要假借发佛的心 求六波罗命来启发它 似心是第一 似心做第一 似心是第一 我本来有第一 我内心也具足第一的果报 但是我必须要照杀盗淫妄 来启发我自信的第一 所以从严教的一念心性 你自己是心做心事 跟别人完全没有关系 别人只是个助言 你自己在心中造业 你自己去收用你心中的果报 那一定就是这样讲 落英落国不离一心 你在你的心中造了善业 你来一生你心中献出第一 让你自己收用 你在你心中造了不失直接的善业 你的心中献出人天的安乐果报 让你收用 是这样子 我们一念心有很多的功德保障 我们一念心有很多的地雷 你起什么念头 就会触碰不同的阴眼 就是这个意思 跟别人都没有关系 那么这个八种发心 当然我们可以检讨 你现在是一个什么相貌 当然在你死亡到来之前 你都还有机会再以修整 只要你掌握正确的方法 那么沈安大师呢 在讲完这个八种发心以后 他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 我在这个地方提出来跟大家勉励 他说 他说你这个八种发心 看起来维系但是影响很大 他说物言一念轻微 虚焰无益 说你不要以为说你心中起什么目标 设定什么目标 也没人看得到 不是这样子的 他说心真则事实 愿光则行身 他说你心发的证实 你的功德自然出现 你的愿发的广 你的功德自然圆满 心真则事实 愿光则行身 佛在世的时候 有一个婆罗门女 她平常啊 归一三宝 她即便生长在一个邪见的外道的家庭 但是她有三宝的善根 有一天她在煮饭啊 煮一煮煮一煮的时候煮到一半啊 诶 释迦摩尼佛带了阿兰尊者来脱坡 那么这个婆罗门女 看到佛陀很高兴啊 她要盛一碗饭啊 去供养佛陀 但是她先生是婆罗门啊 是邪见外道 她怕她先生骂 因为她要经过厨房 要经过客厅啊 她先生在客厅里面啊 古时候的女座 没什么地位啊 她想她这个有事 她怎么办呢 诶 有办法 她把这个饭啊 把她拿去泡水 泡成水啊 她用这个布啊 把它榨成汁啊 把米榨成米汁 当初好像是吃剩的 这个吃剩的我要拿去倒了 就走过客厅 这个就倒在佛的坡里面 佛陀起欢喜心啊 跟她祝宴说啊 这个婆罗门女啊 跟阿兰尊者说 这个婆罗门女啊 因为布施米汁的功德啊 有三十小节的时间啊 天上人间享受安乐的果报 受完以后 遇到佛法的出事 后来成就了圣道 佛陀讲这句话的时候啊 这个婆罗门在客厅里面听到啊 就很生气了 说你这个 佛陀打妄语 这个女人供养你一个米汁的水 这么微小 你跟他讲说受三十节的果报 你为了别人的布施 竟然打妄语 佛陀说啊 身为佛陀是不打妄语的 真实意识 佛陀说 你有没有看到 前面有一棵树 尼基罗陀树 他说尼基罗陀树 你看看是不是很大 他说对啊 三个人都不一定会把他抱住啊 很大 佛陀说你知道这个树 刚开始是怎么来的吗 是一个种子啊 这个种子连芝麻都没那么大 他说为什么会长成树呢 因为他辗转相续啊 辗转相续 种子慢慢的开花爆芽 结果 他变成一个树啊 他说啊 一个有愿望的人修行善法 异乎如死 他以愿倒行 因为他有强大的愿力 即便他造出一个微小的善法 但是他心中呢 不断的辗转相续 白天晚上 他不断的相续 所以 你 一个修行者 一个通达诸法 生命延起的人 你一定要注意 你心中的愿望是什么 愿望 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在对视妄想 通通不对哦 我们想想看 我们一天打多少妄想 好几一个妄想 不是所有的妄想 你马上会去做 对不对 但是你打的这个妄想 跟你心中的期待的愿望 结合的时候 你这个妄想就会做出来 当想跟诗结合的时候 愿望结合的时候 这个想就会表现出来 所以 你心中有什么愿望 你要注意这个愿望 对不对哦 倒妄想不可怕 因为倒妄想 你眼睛看到一个东西 突然间一个妄想 但是你不见得 会把它当一回事 但是你心中 经常存着某一个愿望 这个你要小心哦 因为它不断的在应酿哦 辗转相许 如果你真实的通达生命的延期 请你注意你心中的愿望 因为它在不断的成长 像滚雪球一样 每天增长广大 除非你调整它 否则它是一个 所谓的心真则事实 愿广则行生 所以你不要忽略你所发的愿 如果你真实的是 这样的一种愿望的话 它会怎么样 就像尼基陀树 它一开始是一个种子 它会长成一个树 我们希望把愿望跟善念分清楚 我们举一个例子 你到了菜市场 看到一只鱼要被杀 你很慈悲心 你就刀下了众生 这个叫做什么 叫一时的善念 在佛法当中 对你的生命影响不大 因为那一时的善念 那是一个响应 但是你受到菩萨戒以后 你恋恋的要度化众生 你心中有这个愿望 然后你看到这个鱼 你是发自心中的愿望去救它 那就不一样了 这两个功德就不一样了 一个是完全是一种善行 一种是发自心中的愿意的推动 结果不一样了 他就好好思维一下 以验导行跟无厌来修行 是不一样了 所以这八种发心 他对我们生命的主导性 是很强的 因为他已经构成一个愿望 不是一个想象而已 他已经是愿望 他已经在冥冥当中 引导的你往哪一个方向在走 妄想没有主导性 我想要求生净土 我突然看到一个咖啡很好喝 我贪嘴 竟买了两杯咖啡来喝 乱不了 一时的妄想 但是你贪求咖啡 你把它当作你生命的愿望 糟糕了 你要堕落 一时的妄想 不会障碍你的菩萨道 但是你把它形成一种 你心中的诉求 愿望的时候 那个就是一个强大的主导性 所以我们希望把一时的善念 跟你一个发自内心坚定的愿望 要把它分清楚 这两个决然不同 结果完全不一样 一种有相续性 一个是跑出来就没了 谈话一切 他没有相续性 不一样 一个有根 一个没有根 好 我们这档课讲到这里 休息十分钟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